这个族人喊林务局叫林 那个姓林的 但希望以后我们看到林务局的同仁 我们就会说这是林家的兄弟 在中华民国的政府里面 林务局开了一个头 首先呼应这样的历史转型正义 过去族人因为在传统领域中的采集 狩猎等种种行为受限于森林法 或国有林林产物处分规则的限制 对林务局普遍存有负面印象 而在6月30号原转会第二次会议中 林务局长林华庆站出来表达 过去确实欠缺理解 认为未来林务局对族人传统文化 应该有更多的认识 而目前也正在研拟原住民族 依传统灌俗采取森林产物管理的规则草案 希望朝共管自然资源目标迈进 借重原住民族的传统的山林的智慧 来加上现代的科学化的技术 共同来治理我们国有森林里头的 这些自然资源 近日引起争议的布农族 马远一鼓一案 在会中也有族群委员提出 其他相关例子一并讨论 而院民会表示 张汉教育部以及台大完成后续归还 至于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范围土地化设办法 是没有在第二次原转会中提出讨论 并没有任何的委员提出 因为今天的议题相当的紧凑 不过呢 在我们提到的五大工作小组 中间有一个土地小组 这个部分的厘清 就等待土地小组 蔡志伟召集人 带领了他的团队 原转会副召集人 府中城指出 由于原转会的五大工作小组中 有土地小组 召集人蔡志伟已提出 相当完整的土地真相调查过程 因此有关传统领域的土地厘清 会先交由土地小组来深入了解 继续洗顾已顾打举 总统府采访报道